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应该能看到 但是没有看到有人新加入 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会把它加进来 那我们开始吧 现在是6点32分 我开始recording了 欢迎大家来到第0次 Microsoft System Meetup 我们这一周主要是讲 Administrative Schedule的一些问题 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其实 在开始之前 我想强调一下 Policy Against Harassment 我们对任何的 Personal Harassment 尤其是 Sexual Harassment 是零容忍的 然后大家都是成年人 所以对彼此的尊重 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也不会认为 我们的MateUp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还是需要强调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 我给的这个Policy 网页就好 然后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周家笑 我的网上的名字 或者微信名叫 Mosaka 我是Microsoft的 Soft Engineer 然后现在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Dev Platform 做SDK 我毕业于U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如果MateUp里面 有其他UC系统的学生 或者Alumni 可以 可以好两届 我的专业是 Pure Math 和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Research Background 是在Programming Language的 但是我对System Theory Networking 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我的System 它叫可研 是一只 是一只 五个月大的布偶猫 非常可爱 我们MateUp 有另外一个管理员 他叫林文 林文你想介绍一下自己吗 OK 我叫林文 我是Microsoft 也是Microsoft的 Subboard Engineer 我在Azure Wilson 做Crash and Interruption Management 然后我毕业于San Diego State 我本科不是学 就很记得 我是学中文的 然后转做 因为是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后来就直接转了计算机 然后我自己的兴趣 也是对系统 先是对操作系统 后来就对 Distributed System Programming 比较感兴趣 我自己对冰性计算也非常感兴趣 就高性能计算 还有就是设计和架构 以及DevOps都比较感兴趣 感谢林文来帮我们 就是设置这个MateUp的Structure 有很多繁琐的工作要做 开始之前我想讨论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System MateUp 我的Philosophy是 学习任何东西的一个过程 是首先从Reading和Listening开始 然后你可以先读论文 读课本 然后你可以对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再往上一层 你可以开始Demonstrating和Teaching 可以告诉别人 你所学的一些思想 然后再往上一层 就是通过彼此交流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帮助对方解决问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所产生的思想碰撞 才是掌握知识 学义适用的最好途径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我会想搞一个这个System Meetup 是我们想一起来学习分布式系统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 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学习的角度来想 最重要的是有三步 一步是了解整个System的Concept 它有非常非常多繁琐的Concept 需要来知道他们是具体是说什么 说到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点是知道Algorithm是什么 它背后的算法原理 知道了算法之后 你才能了解如何implement整个System 然后第三点最重要就是 当你在implement一个System Design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不同的Trade-off是什么 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System Design和Implementation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Mitup向上的最终的三点目标 然后其实我有另外一个Mitup 是专门讲Programming Language 它也叫做PFPLMitup Stands for Practical Foundations to Programming Language 这个Mitup我已经展开了大概有三个多月了吧 然后我的一些思考就是 一开始这个Mitup sent给了五个五百个人的群 来邀请大家参加 然后最后有五十多个人在Discord里面 第一次Mitup有七个人参加 然后最后有四个人是在每一次的Mitup都参加了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开始大家都是非常exciting 但是这个excitement eases quickly 这个一开始的兴奋一下子就消退了 到最后所能坚持下来的就是一个付出 一个hardworking和dedication 所以我expect我们这个System Meetup 今天看一下大概有二十个人左右参加吧 我大概expect可能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大概会有十个人留下来 如果你们肯一直坚持跟我们一起通过这个Mitup来学习的话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为什么要挑Mit6.84这门课呢 就是我一开始给你们的一个survey里面 有问到你们有什么推荐的书视频博客或者项目 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提到了6.84这个lecture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它 主要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有video lecture, lecture notes,有labs,有paper,有FAQ 还有一个list of final project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个课的schedule 它的那个网站上有个非常详细的schedule 把所有的paperlink全部都列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过一遍的话 我相信我们能够掌握非常扎实的分布式系统的一些基础 当然了有些人也推荐了书 比方说DDIA,Designing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 这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但我觉得这门课因为它给了一些lab,给了一些paper 我觉得用这个课来学一些最基础的内容 然后用书来当做reference会更好一些 那上这门课有什么pre-requisite呢 这门课本身就是MIT这门课给出的唯一的pre-requisite 就是operating system 就是你们要对操作系统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操作系统有一些pre-requisite 比方说你肯定是要对C或者computer architecture有一定的了解 这里我觉得我们因为我这个survey里面 有问到你们对分布式系统有多少了解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已经有接触 或者有一定的了解了 所以我就safely assume我们可以调调一些基础的东西 比方说我会在这个meetup上面assume 你们应该都熟悉threads,process的区别 你们知道synchronization,concurrency,parallelism的区别 比方说什么是race condition,什么是bedlock之类的东西 然后你们对virtual memory,caching,file system有一定的了解 最后我觉得可能要对整个networking,how it works,有一个基础了解 其实我自己本科CS课上没有学过computer networking 但是我大概是知道HTTP,DNS这些东西是如何work的 但如果你不知道就是networking的话,可以去看一点video啊什么的 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opreneur system应该是一个硬性的pre-requisite 然后我们的Microsoft system meetup的format 这是一个survey的一个结果 大部分觉得30分钟到一个小时比较合适 然后关于这个轮流present 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同意renew present 但是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觉得取决于这个renew present的一个频率和topic 所以我这里想的是我们的format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每周一个45到60分钟的metup 在星期六晚上六点半 星期五晚上六点半这个好多人有抱怨说 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营业冲突了 比方说lequel contest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lequel contest 我是坚持了两三个星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了 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时间上有冲突的话可以跟我说 如果我看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时间 比方说换一个星期六其他时间或者星期天其他的时间 第二个是我们每周的metup可以有志愿者来sign up 来talk 就是不是每周都是由我来talk 当然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 就是但是还是想 如果你们对某一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可以我们有一个calendar 有一个schedule 你可以在这个schedule上面的sign up 然后我们每周大概是一篇paper加一个lecture video 有一个recommended 但是不是硬性要求的东西 是你每读完一篇paper 最好就是要有一个reflection的process 就是你读完了论文之后 最好是准备三到五个问题 你可以是你哪个地方读的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你对某一些paper的design 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甚至觉得这个paper在某些方面说的不够准确 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可以统一submit到一个 一个叫做notion的一个notebook上面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collaborative note-taking app 它非常好用 然后这门课我刚刚说有programming lab 这个programming lab我们是通过github education 到时候会有个link 你点进去之后 你点那个asset button 然后这个code就会自动放到你的github上去 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 其实我没有跟mit这门课有任何的联系 我没有联系教授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作业能否公开 都自己完成 然后也不要去看网上的元代嘛 就好了不要把它public到网上去 again我们每一周会有一个video 但是某一些周 比方说week4 我们会来讲go through一遍整个lab 就是你那一周既会讲lecture的内容 也会讲lab的内容 这一周的话任务会比较重 所以说我们会允许有两个人sign up 同一周的东西 一个人可以讲lecture 一个人可以讲作业的事情 或者或者两个人各讲一点 就是把这个任务分担下来 也行 然后我的一个想法是 如果我们最后真的有十个人坚持下来了 到了明年三 明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门课的final project 那门课的网站上有一个list of final project ideas 我们可以从里面挑几个来做 然后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 如果有十个人的话 我们可以divide成三个group 三到四个人一个group 然后我们可以来work together 把这个final project做好 到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放到你的resume上面 就非常好 我们每一次的talk都会被recording 如果那一周是你来演讲 但是你不想被record 可以提前告诉我 然后我们这些recording不会publish到任何公开的网站上 我们只会把它放到YouTube playlist 我设置了一个private channel 也就只有我们内部的人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任何concern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关于作业 我在斯坦福的网站上面看到 扒下来这个honor code 它有三个rules 是关于做作业的诚心问题 这个你们了解一下就好 我们也不会有要求 所以我最后想强调一点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obligatory 你们不需要一定要去完成 然后这个meetup也是comment leave anytime 我们最后也不会有credit给你们 也不会有reward 可能最后会有 如果大家坚持下来 我们有个celebration挺好的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硬性要求 如果你sign up for the topics 你感兴趣的话 这里有几点建议 第一点是 你可以先在开始之前 介绍一下自己 比方说自己 what do you like? what's your background? what's the project you're most proud of? 然后呢 你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要sign up for a talk 那obviously你需要 很好好的准备它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是最基本的要求 最后五分钟 让可以留下来 给大家问一些问题 或者go through paper questions 然后我刚刚说了 如果这个meeting 有两个 一个是lecture 一个是lab的话 两个人可以sign up 同一个 如果在那一周 presenters 你突然有emergency 不能参加的话 可以提前48小时告诉我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 最后就是 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说be open for any questions OK 这里这个slide我列出了 所有我们这个metup 会用到的resources 我们可以来go through一遍 我们首先用 我刚刚说了这个 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网站吗? 我可以 这个是github room 就是当你click了那个link的时候 会跳到这来 然后你只需要点一下sap 它就会把作业全部都copy到你这来 我现在已经看到几个人已经点了 所以然后你把这个是用gith把它 pull到你本地上 然后把作业做完 然后作业里面会有test case 然后你用make file 然后run一遍这些test case run过 然后你再push上来 然后我们lab go through那一天 我们作业是会去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implementation 然后来对比一下大家对某一个section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design或者implementation 我们都可以来讲一下 或者如果那一天你觉得你作业里面有一块implementation 觉得自己的design会比其他人好 或者不如其他人 都可以来讲一讲 为什么你这么觉得好 然后课程的网站在这里 它的schedule 6.84 MIT 然后schedule里面有video的link 这是一个lecture notes 这是video 然后每一周都有一个preparation 里面给的是paper link 比方说下一周我们来讲map reduce的时候 就得把这篇paper给看完 然后呢 它assign了一个lab1下一周 就是我们map reduce的implementation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calendar上面 有写到底在哪一周du 然后这是在design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 如果你是微软员工 你应该有这个oreli的free access 你可以去mslibrary里面拿到oreli的free access 然后你去oreli里面登录微软账号 你就可以免费读这本书 然后还有一本书比较推荐的是分布式系统 这本书也是免费的 你到这里之后 你可以get一个digital copy for free OK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schedule的问题 这里有个google sheet 然后这个link也在slide里面 你们可以打开之后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schedule了 然后明文你想来讲一下这个schedule吗 可以啊 我们的schedule就是有几种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meetup和第二个meetup 是下轴和下下轴的 就有lecture 还有第二次的有一个go tutorial 就是说go tutorial其实是类似于作业 你要去把那些lab全部做一遍 我自己也是过了一遍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没有用过go 但是也一直听说go现在很受欢迎 所以里边的tutorial大概会讲一些go的基本语法这些 好比如说第三周也是lecture和paper 只要读paper和看lecture就可以了 那第四周呢 第四周就有刚才家校说到的 有两个内容 第一是课程的内容 第二个是我们要过我们的lab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你应该在第四周之前要把lab做完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解法 或者说是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放到第四周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就比较常规的一些每周的安排 然后如果加上你往下的话会看到有lecture 就比如说med up eight 它其实是我跟家校讨论的时候是说 我们可以邀请别人来给我们做讲座 比如说微软内部的 或者说你有朋友一直在做分布式系统的 比如说我自己 我其实我工作里面也会用到 那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实工作中 会用到的一些情况 就是讨论一下课程以外的东西 一些acture topic 是的 所以基本上就这三类 后边的也基本都类似的 我想说其实如果工作 然后再加上每一周这个样子 其实需要看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尤其是家校刚才也给了两本书 DDIA和另外一本分布式系统的书 如果要看书的话 可能东西就更多了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安排 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五月底吧 因为我们明年五月底 如果我们是做final project的话 应该是会持续到五月结束 就是说我们也希望 如果你做了project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对 这边就这样一个安排 对 然后这个我补充几点 一个是presenter这里tbd 就是你们可以来fill 这是一个placeholder 就比方说 如果你对go讲下 第五周讲go threads raft 这些比较感兴趣 然后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到这上面 然后或者对for tolerant感兴趣 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 所以我们鼓励 就大家都在这个schedule上面 sign up自己的名字 然后那一周就由你来主持 就由你来present这个内容 然后当然我和文灵都会在旁边就是帮你解决任何administrative questions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前四周的metup 我和宁文已经把这个presenter给设置好 所以第一个月就由我们俩来present 就下一周map reduce是我 然后第二周是文 就先这么个安排 是的 往后如果比如说有一周 没有人愿意present的话 我和家校可能也会present 应该是会present的 所以如果你要参加的话 你发现上面是tbd的话 不要担心 也会有人present 对 而且我们就每周会把下一周的内容给提前告诉大家 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疑问吗 是的 对 然后你想说一下 你想补充一下这个finalproject的内容吗 finalproject其实是 还是我们看的那个webset 你可以过上这个webset就可以了 这个网站它列出了a list of finalproject ideas 然后到时候我们组成了三到四人的小组之后 可以从这里面挑几个finalproject来做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在五月份会预留了三个week来给大家demo自己做的finalproject的时间 OK schedule是这样 然后看一下 这是我提到的notion notebook 大家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个 如果用不习惯 我们可以搞一个google sheet 把那个我们每周读的paper的问题给po上去 这是video playlist现在还没有 然后当时我们第零周把它record完之后 我会把这个video上传到这上面 然后我会把这个link给copy-paste到我们的那个wechat上面 这是video 然后这是lecture notes 就没有了 OK 那我回到slides OK 然后我们有三个chat的地方 一个是teams 一个是discord 一个是wechat 如果你有任何跟公司有关的话题想要讨论 跟microsoft有关的话 因为我知道大家大部分都是microsoft员工 包括我们两个也是 如果有关于sensitive information的讨论 请到这个teams上来讨论 这是一个internal的group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可以欢迎来discord 或者在微信上面来讨论 如果有关于作业不会的问题 也可以po到这上面来 然后呢 其他人可以欢迎来回答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collaboration 最后我来说一下下个星期的内容 一个是最重要的是你们先去这个calendar上面 先sign up你们的talk 或者presentation 然后下一周我们把mapreduce 也就是week1的第一个video给看完 mapreduce的paper给读完 还有lectronauts可以看一下 可以把paperquestionssubmit到notion 或者如果你们prefer 我们可以submit到google社会上 你们也可以开始work onlab1 lab1的作业在这个link里面 然后lab1我们的schedule是duweek4 也就是说有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不用太急 可以慢慢来做 然后也可以如果有你们想要做一些拓展阅读 这个也不是要求 可以去读这两本书的chapter1 对分布式系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um that's it that's it 对 对 而且好像是lab1里面有rpc这种东西吧 对的 go rpc 然后对就是要对computer networking有个基本的了解 可以去查一下什么是http rpc 然后go的concurrency是如何work的 应该是week2 明文是不是你来介绍这个threads go还有rpc 对的 我会go through rpc 还有go的concurrency 所以对这方面有疑问的朋友可以要来参加week2 或者看recording 我们会把这个go through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从week2才开始再开始做这个lab也来得及 我们一共有四个星期 还有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不想开语音问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问题post到chapter里 或者直接就是搞一个private message给我 然后我可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就主要主要一些都是administrative questions 然后主要内容是我们下周再开始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一起交流 因为都有同事 如果疫情过后的话 可能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在办公室聚 但是不希望 明年可以搞celebration 搞个private 对的 对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slides 是会在那个微信群上会分享吗 还是 关于slides 我会 两点 一个是我会搞一个github 然后搞一个ripple 把slides pdf给传到github上 github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会把它发到微信里面 微信的一个主要不好的一点就是 你很难看到它的history 就 对对 很多东西发上去之后找不到 就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我会对这个slides进行一点update 又会发一些重复的上去 所以我比较讨厌这一点 但是 对 如果想要很快的看到slides 就微信上 我等会 等会 这个present完之后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微信上就好 对如果微信上很难找到的话 就建议还是去github找吧 因为github版文控制也比较容易 反正大家都每天都用 对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我把这个slidesdelete掉 但是之前是有 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叫system made up 不叫做分布式系统made up 是因为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再学习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phase one 我们学一些分布式系统的基础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过完之后 如果还有很多人坚持下来一起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再进行深一点的内容讨论 也可以往其他的一些方向走 比方说software architecture 很多人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或者搞一些machine learning AI 方面的course 也行 是的 我们之前也是想 如果只是分布式的话 就好像把大家局限在这里头了 往后如果我们结束了的话 还可以找其他的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对了 对 最好是成为好朋友 OK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的话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随时 unmute 就不用 对 let me know if 如果你对这个 每周六 六点半 晚上六点半这个时间 有冲突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好多人要搞r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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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chat里面没有 chat里面没有什么问题 那还是preforget吧 那还是preforget吧 那不是跳槽去 你当然也可以跳槽 当然学 比如说学分布式系统 对你面试 当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比如说 几乎现在每个公司面试 都会问一些design的问题 那design的问题里边 很多的一个就是性能的问题 转来转去 又会转到分布式系统来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要跳槽的话 你能坚持下来的话 对跳槽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对 然后之前林文也说了 这个作业主要是用go来implement 但如果你不喜欢go for some reason 你喜欢其他的语言 比方说csharp 如果你对微软足够有爱的话 你喜欢csharp 或者喜欢rust 你也可以用其他语言来做些作业 所以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 do whatever you want 其实我自己也挺想用rust 把整个作业给写一遍 OK 看来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最后强调一下 请大家一定要去那个schedule上面 sign up自己的talk 我们把前四个礼拜预约了 然后给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慢慢的把这个interestingtalk 给sign up完了 然后我们来补充剩下的 这样的话 你们就不用一直见到我们两个人了 是的 OK 行 谢谢大家参加 第0次meetup 我们下周见吧 下周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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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